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网上和在教会 和大家一起的敬拜 我们在《比特前书》这个系列里面 今天来到是第二章 是第四至到第八节 很短短的经文里面 在这篇的书信 思徒比特是以这个真理去提醒当日 这些信徒 因为他们是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处境 他们在外边受到罗马政权的欺压 在他们自己的民族里面 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异端 因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 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的真理 在这篇的书信里面 比特是提醒信同 我们在神手里面所承受的救恩 是借助耶稣基督而带来的 因为是在耶稣基督信 借助他信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能够可以得到重生 以至能够得救 所以在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 比特是再一次提醒 他说我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们就更加要抓住这个真理 他在第四节到第八节 是用了两个的图像 来到去将这个真理来到去讲解 他说一张图片是胜过千言万语 所以我们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去看看 这两个的图像究竟所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篇的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分开三点来去看 第一 这个图像就是讲到的防角石 那谁是防角石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以防角石来形容呢 我们来看看 第二 他有一个图像 就是不是一块石了 就是很多的石 他用活石来形容基督徒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会去看看 第三 那将两个加在一起 防角石和活石摆在一起的时候 会变成了什么呢 产生了什么的作用呢 那这个是第三段我们会去看看的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很简单的 就是防角石 耶稣基督是被称为防角石 那第四节 那第四节 比特是这样提醒 他说 我们既然是来到主的面前 现在主就是这个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丢弃 却是神所简选 是珍贵的活石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用石来形容耶稣基督呢 石所给我们体验到的就是 一个很硬正的 能够倚靠的 不是一团的沙 我们建屋的时候 不会说在一个沙堆上面来建屋 是找一些有石的 有大石的盆石来建屋 那这个石不单是带来一个 是硬正的 可靠的 稳妥的 那个质素之外呢 亦都是提及一个活的石 那活的话说 你很清楚 比特不是说到是一构的石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那其实他不是他自己 用他自己的思考 或者他那个幻象来到去 形容耶稣基督的 因为他说 正如经上这样说 这个经文呢 其实他就是引用 旧约里面的 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 那段的经文里面 神藉着当日的先知以赛亚 是这样说 我会在石庵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衡量的石头 是宝贵的防角石 堅固的根基 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惊恐 那当日里面 神是责备当日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以从他们自己是神的乙女 以从他们住在耶路撒冷有圣殿 他们就是很稳妥 但是神责备他们 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你的靠山 他说我会在石庵 在耶路撒冷会放一块石头 这个才是防角石 这个是稳固的根基 在新药的时候 为何要用这段经文来引用呢 他就说 当日所描述的 所预言的 现在我们今天就看到 这个就是 在圣经里面预言的防角石 作为根基 是稳固的 我们可以依赖他 成为我们的靠山的 是所拣选的 换句话说 是早有安排的 第二 是珍贵的 珍贵的意思 大家都很明白的 就是心爱的 你很赏色的 你不愿放下的 当日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时候 当他公开传道之前 他接受施洗日汉洗礼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 天父在声音里很清楚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珍惜的 不单如此 也有圣灵仿佛像甲子 在他的囚上来显现 不止一次 有一次在山上 耶稣基督和三个 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他改变形象 他突然之间 是很光芒 也有声音在天上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是我珍贵的 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 就是这个神所预备 所安排预言的 珍贵的防角石 防角石 这个防角石 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从建屋的角度来说 我虽然不是一个建筑师 这个防角石 在建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当你一路排石的时候 那个排列和那个水平 就是依着防角石来拉出去的 所以你摆得正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说 可以说是 以这个成为一个起点 来扯线出去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是这样的意思 就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Foundation的意思 是看到的 是兼顾的 所以我在图片里面 有点白白色的 那就是一个防角石 跟着拉下去 那些是其他的石 一直砌下去的 以至那些墙 和那条线 无论是三个角 都会拿得很正的 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这个防角石 虽然是神所简选 神所珍惜的 但是 但是 很多人呢 是不理他 甚至是丢弃他 拒绝他 那 在 这段的经文里面 所以 这个防角石 信的人是珍贵的 但在不信的人 却有话说 像人所丢弃的石头 又说 第八节 作了半脚的石头 使人跌倒的盆石 他们半跌 因为不信从这道理 这也是预定的 那 在第八节里面 如果圣经里面 有点 有点 住脚 也会提醒你 原来 在第七节里面 是引用了另一句的经文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作了防角石的头块石头 这个也是引用在诗篇118篇22节 也都是语言到有人是不会珍惜 甚至拒绝去接受防角石 当日这段经文也被耶稣基督引用 当日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圆主和圆丁的秘语 这个圆主派人来收取这个庄价的收成 但是圆丁是将他们去赶走 甚至圆主派他的儿子来的时候 圆丁就说这个就是承继产业的 我们就将他杀了以至我们可以霸占这个火源 耶稣基督在当日这个庇譽里面 其实就是责备以色列人说 当日这个庇譽里面 圆丁将圆主的儿子杀死来拒绝 耶稣基督也都是同样的 你们都可以警告 你们也都会将我弃绝 甚至将我杀死 然而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 神的国就会从你们的手里面 是夺去 而给一些是愿意 给神有收成果子的圆丁 在那些经文里面很清楚 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警告那些以色列人 你现在不接受我 甚至将我杀死 其实你们就好像当日 这些犹太人那样 将神的救恩来去拒绝 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做呢 因为当日的犹太人 在以色列人时代也好 或者在耶稣基督时代里面也好 他们是以什么为他们自己的骄傲呢 我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是唯有我们才是神的子民 唯有我们才从摩西的手里面去领受到神的律法 唯有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在这个应许之地来居住 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成为他们的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就是以这个成为他们的靠杀 我们倚重我们的背景 倚重我们的血缘的关系 倚重这个美丽的圣殿 当日当耶路撒冷攻陷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完全摧毁 在耶稣的时代里面 他们也有一个重建的很宏伟的圣殿 耶稣基督也跟他们说过 这个圣殿都会摧毁 当然 他当日不单是以及到他自己会受他们的杀害 语言到他们的宏伟的建筑物 他们的圣殿一定会摧毁 所以现在 彼得也同样引用诗篇118篇22节 仗人所建的石头 这个房角石 这个耶稣基督 是受到一些人的拒绝的 觉得他不矜贵 觉得他不可靠 甚至不是从神而来 这是很软息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石头就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本来是可以建造一个很好的家 或者建筑物 但是他们是拒绝了 以至他们是跌倒 他们跌倒是因为他们不信从 不在真理上去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很软息 但是同样的一个石头 同样的耶稣基督 在你那些人的眼中是尊贵的 所以第七节说 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 亦都是同样一句的经文 彼得在这里提醒信的信徒 我们今天去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 这个是我们尊贵的 我们所爱的这个救主来的 除了耶稣基督哪里有拯救呢 所以当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的时候 当彼得在大祭司的面前来到去见证的时候 大祭司其实就是恐吓他 你不要再传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个事 而当日比特同样的引用这一句经文 你们中将人所丢弃的石头 已经成了防角石的头块石 他再加上去 他说所以除了防角石的耶稣以外 除他以外必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地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同一个石头 对于不信的 拒绝他的人成为一个半脚石 但是这个活石 这个防角石 对于信的人是珍贵的 借住耶稣基督 就是唯有借住他 我们只能够得救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神的子民 不是借住血缘的关系 也不是借住他们民族的关系 而能够可以成立的 神是建立一帮属于他的新人 这些新人是跨越这个文化 或者是种族 或者是血缘的 就是借住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凭着信心去倚靠他 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向他来承认我们的罪 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所以我们成为这个新造的人 这个正经的真理 不单在这段里面有讲到的 但没有用这么清楚讲到新造的人 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比如来讲 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罗马书》 《加拉太书》 也都是讲得很清楚 特别用《加拉太书》第三章来讲 所以你们要知道 有信心的人才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当日保罗用这段经文提醒犹太人 你不要以为你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你必然是神的子民 不是 只是有信心的人 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神的儿子 依靠祂 你只能够得救 所以当日 在 保罗的经文里面 也都说 其实你要藉着信 在耶稣基督女成为神的儿女 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 都披戴基督了 不再分为犹太人 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是希腊人 在神的眼中就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 主里面的儿女 这里是说到 耶稣基督是活石 信的人 对祂 是可以 倚靠祂 成为真宝 不相信祂的人 很可惜 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他们就是 失脚 跌倒 他们自己是放弃了 因为他们不去相信 不信从神给他们的真理 第二个图像 我们要来看看 就是基督徒 就是活石 这个是很漂亮的 当我们来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成为了什么呢 我们变成了活石 你看看第四节 主乃是活石 固然被人所弃绝的 却是神所描损所宝贵的 我们或者你们 来到主面前 也像活石 变成活石 这个活石 其实也带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 就是我们是变成了 因为跟耶稣基督 有一个这么个人 这么密切的关系 我们今天 正如祂是活石 我们都变成了活石 和祂完全的 可以说是 identify 完全的 是认同了 这个活石 也有第一个意思在里面 就是我们真是仗基督 基督是活石 为了仗基督 好像活石一样 好像基督那样的 满有人爱 好像基督那样 是满有恩典 基督那样是做人处世 黑白分明 知道哪些是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去做 不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去拒绝 很清楚 我们变成了 好像基督 都是石那样 还有一个意思 也是 这些石不是这样 丢在一起的 在图片里面 我也希望大家都看到 就是 从这个防角石里面 来延伸下去 它是很齐齐整整的 是按住一个摆设 来互相搭上一架 这里是给我们看了什么图片呢 其实我们不是一堆的石 而是有一个系统的 有一个连接性的 有一个互相的手握手的 互相的支持的 互相的倚靠的 互相的line up的 变成一个是什么的图像呢 彼得是说到 变成一个图像 就是成为一个 熟灵的电 熟灵的电 那好了 这个熟灵的电 是怎样的熟灵的电呢 怎样的看法呢 来到我们就第三点了 将防角石加上活石的时候 砌砌迈迈 好像砌LEGO那样 我们砌成了一个什么图像呢 这里不是说 防角石加活石是一个 什么数学的方程式 而是防角石加上活石 而带出一个什么熟灵的真理呢 第一个的真理就是 变成了一个熟灵的电 这个熟灵的电 很清楚 不是说了一个用石头 实质的硬的 不动的电 一个的供电 而是说了熟灵的 一个活体 这个是圣洁的教会 比特会用到教会这个字来形容 当然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好像在 比如来说 《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 也说到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整个的房子连接 紧臭 漸漸在主里面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否很清楚 保罗也都是用同一个图像来说 我们在主的身上 我们彼此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的民体 民族 这个不是用这个族 一个的族类 一个的one people new people 这个新的族类 这个是神的儿女 是彼此的建造 成为一个主里面的圣殿 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所以那个重点 就是一个属灵的焦点 一个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属灵的殿 是这样的意思的 当日如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如果你遇见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一个老师 你如果想去接近神的时候 说这里怎样可以来到 去听到神的交道呢 怎样来到去敬拜呢 他可能就会指你去 这个耶路撒冷 那个圣殿 你看看这个 这麽宏伟的圣殿 彰显到神的荣耀 你看看他那个敬拜里面 那些祭司是怎样的 有规有矩的 来到去带着生物 来到去献祭 来到去施封神 这个是几个漂亮 几个荣耀的图片 今天可能有些基督徒 不是一个用跡丝 来到去或者用石 或者用玻璃 或者其他构造去建成一个圣殿 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祂的殿 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不单是讲到一个建筑物 而是讲到一班人 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重新的基督徒 有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居住 所以当我们一起去敬拜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个建筑物 是彰显到神的荣耀 不是说这个教会 那个体系来去彰显神的荣耀 也不是那个活动 而是这班人的素质 是怎样可以彰显到 这个就是主的灵功 是荣耀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班人 这班在这里去敬拜神的人 他们的属灵质素 而是反映到神的荣美 看到吗 当日在圣殿里面 耶稣基督是将 在里面贩卖的人赶走 他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去祈祷 在京派的地方 你们不配在这里 你们去做生意 去外面做生意 这里你们这样不能够将显到神的荣耀 今天不知道大家在神的教会里面 看到神的荣耀呢 第二 除了是这个圣灵的电 当每个人的活石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去做什么事情呢 第三节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给神所阅纳的灵质 不得是一个灵功 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 一起献上灵质 属灵的祭物 在旧约的时代 他们要带着畜生来去献祭 其实畜生的献祭是代表什么呢 不是神肚饿 是需要吃人间的烟火或者是祭物 也不是说畜生的血能够可以结淨我们的罪 而是藉着这个献祭 神是提醒祂的人 敬拜祂的人 你需要什么呢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需要一个赎罪 你需要一个人能够为你所做的罪 来到向神来到去呼求 那会否是藉着祭司或者是大祭司呢 也都不是 当然只能够祭司 只能够献祭 只能够大祭司 只能够一年有一日 只能够可以进入一个智圣所来到去献祭 来到去亲近神 但是现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可以见证到我们可以见证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神所预备的高养 就是圣决无瑕疵的 他就是配得能够能够成为我们的待众的高养 能够为我们赎罪 以至他的血能够去遮盖我们一切的罪 来到去结证我们 这些也是圣经里面的经文 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讲的 所以因为这个时间我不会逐段来到去讲 但是很终结的来到说到是神提醒我们 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只能够去到祂的根前 不单去献祭 只能够得到祂的月立 所以在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 现在在这个献祭 我们要献上肃灵的祭是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带着什么的牛羊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 代我们成为一个负罪 我们要献什么祭呢 原来这个献祭就是自己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 所以弟兄们 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 細心去思想下这句话 在旧约里面 只能够祭司 只有这个福分来献祭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信主的人 由这个福分来献祭 来到去亲近神 那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不是将自己杀死 不是一个死的身体 一个活生生 不是说活生生来到消死 而是活生生的为主而活 就是怎样呢 第一 可以用赞美的说话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无论是星期一一起的敬拜 或者是私下上面的敬拜 我都希望大家 在神的面前 欣赏到 这个是神给我们 可以去表明对祂赞美的机会 用不同的说话 无论是藉着一些诗歌 一些写得很漂亮的诗歌 去唱 如果好像我不懂唱歌 如果是五音不全的呢 可以读出来 去朗诵出来 是藉着那段的诗篇也好 一个歌词也好 是表达你对神 所献出充心的赞美 不单是赞美的说话 第二 是用心来到以你的爱来到去回应神 Heartfelt devotion 因为只是如果是口讲的 空气是没什么意思的 当然我们是口唱心和 在心里面发出来 向神这个赞美 而神也要我们这个真心 充心地去摆上自己 摆上自己是什么呢 去执行神的说话 去Act it out 所以 保罗说 神不是要你死 死了的人做不到事的 是吧 有时弟兄姐妹跟我说 哎呀 为什么神不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接上天家 那我们可以快快吹吹 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苦难 来到在神的面前享受这个救恩 来到去侍奉他 没错 一天我们会是这样做 但是今天神说 我要你成为一个活祭 我要你在世上建立 为我建立一个淑灵的殿 在人的面前 在这个世界的面前 来到去执行神的说话 行公义 好怜悯 传谦卑的心 来到与神同行 这个不是个人有资格可以做 因为有些人是放弃了这个权利 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 耶稣基督是宝贝的 是珍贵的 神给我们是侍奉他 有一个是好得无比的福气 所以我和弟兄姊妹说 甚至我们一天走不到 甚至我们可能在病床里面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在病床里面 你都可以去赞美主 你在医院的旁边 你都可以和病友来数说神的恩典 以至当日耶稣基督隔离的 那个囚犯 那个死囚 都能有机会听到 耶稣基督原来是神的儿子 而扬声地和耶稣基督说 主呀扣你联敏我 以至祂得救 好了 今天总结来说 我们是从彼得的书信里面 得到有什么鼓励呢 当日彼得是提醒 和鼓励一帮生活里面 是艰苦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面临自己的民族 和外族的不好对待 但是彼得提醒他们 你们的珍贵不是在人的眼中 如何对待你 你的珍贵就是因为 你已经靠近了耶稣基督 你已经来到祂的面前 已经成为一个活石 耶稣基督是一个防角石 是唯一的建立教会的防角石 但是我们来到 是在主的身上 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 是攜手地以爱心来奉上自己 成为活祭 你今天在神的面前 你献上什么呢 神月纳 有什么是难阻我们 不能够将最好的来到献上呢 愿上帝帮助我们 好叫得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朋友 能够从我们的灵性上的质素 像基督的香气 我们的相优 看到神的荣耀 这个是你的盼望吗 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主要我们的感谢你 你的话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人生的意义 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成就 也不是在乎我们的出生 也不在乎我们人生有什么的特色 而是在乎你是怎么看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祢,我们从祢能够领受救恩的福气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今天能够来到祢的根前,成为祢的儿女 也让祢放在祢的家里,去彼此建立,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 能够彰显祢的荣美一帮人 主啊,我们真是不足 我们有时真是做得很不对 我们求祢怜悯,求祢潔淨 好叫得我们在软弱的当中里面 都能够可以彼此的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祢的一帮人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越纳我们在祢面前的敬拜 我们的献上,主啊,求祢越纳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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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